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从Becoming呢 大家其实在这本书里面 学界或者是说批评界 可能对他最 怎么讲呢 批评最猛烈的 就是他在第二章 就是他在认知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个基本的想法 认知这边呢 他有一个 说法 这个说法跟刚刚讲的所谓的 intense personalization 就是我自己要把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人生个人化的这件事情 就是所谓电脑让我变得更完整的这个世界观 他把这个东西放在AI上面 所以呢 他对AI的这个想象呢 完全就是对personal computing的想象 当年在做个人电脑的时候的想法 就是说 与其是大家只有一个装置 这个装置都连到一台大电脑 当时还不叫云端 那大家没有办法去修改这台大电脑上面运作方法 因此大家到最后都变成一模一样的人 就跟看电视一样 不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电脑 而且呢 每个人电脑运作的方式 创造出来的东西 都可以完全不一样 那但是呢 如果我只要发明了一套更好的做法 我的个人电脑就可以透过网际网路 非常便宜的 把这个新的做法 新的程式 新的想法 新的创作 马上就传给各位的这个个人电脑 而且网际网路本身 不会限制说 有哪些新的创新可以做 这是所谓的 the end to end principle 就是说 只要两边都同意 那新的创新在传播的时候 中间经过的第二首 第三首 第四首 它是不能够来 去限制 这两边的连接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把 所谓的personal computing 就是个人运算 然后慢慢变成 我自己的personal internet 讲起来大家在facebook上面看到的都是自己 就是平常会按赞的东西嘛 所以大家就是越看越像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 它把这个扩增到AI上的意思 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在AI上面呢 怎么 如果我们现在在AI上面呢 发明出了各种各样子 把我们脑里面 平常在做的事情 好比像说 看一个人的脸 然后想起他的名字 好比像说 听到一段英文 在脑里翻成中文 就是我们在脑里 其实就有各种不同的中书 各种各样的事情 然后呢 KK的想法就是说 这些事情移到外面 让人工智慧来做 但是它还是我们 就是这个我啊 我这个personhood 是扩及了所有从我脑里面 本来我要自己很花力气做 但是现在移到外面做的事情 但是所有这些 都还是在我个人的范围里面 是在我的个人的控制底下 那当然就会有很多人说 可是目前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嘛 事实上大部分的AI 是在云端操作的 Facebook为什么推荐 哪些你想看的东西给你 它从来没有问过你啊 里面如果有参数的话 你根本没有调的地方啊 所以为什么是 为什么是它觉得的这样子呢 那当然呢 这里面呢 就后面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认知这个的icon 跟其他不一样 我是挑火的这个icon 因为我们在这个矽谷的 刚刚讲的这些 非常乐观的人们呢 对AI确实是这样一个想法 我跟那个Google 以前在微软 然后现在在Google 负责做所谓的 on-device AI的一位朋友 Blaze Agera 他讲过 就是说 他想要把AI从云端 通通搬到大家的手机上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觉得AI的发明 就跟火的发明 是有非常相似之处 就是大家本来呢 在这个消化系统里面 本来就会做 类似火做的事情 就是把这个分子拆小 然后让它变成身体 容易吸收啊等等 但是呢 非常的不efficient 就是说原始人在采集 或打猎的时候 一次就只能吃这么多东西嘛 再吃就撑死了 那如果没有吃 这个放在外面的话 一下就坏掉了 所以文明一直没有办法形成 但是呢 当火发明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 身体里面做的事情 一部分移到外面做 而且不只是能够 做一餐的量 你可以做非常多次的量 就是所谓的cooking 那既然你能够cooking了 你就可以把食物准备成 你随时都可以吃的样子 而且不会坏掉 然后呢 文明就发生了 那所以说呢 从AI的角度来看呢 这一类想法的朋友 就是说 我们虽然觉得火很危险 确实火很危险啊 历史上一整个城市 可能因为火的误用 所以就消失了嘛 但是呢 只要我们把它融入 大家的生活里面 只要我们把它融入 好比像说 12年国民教育里面 让所有的小孩 都能够像做家政客一样 从小就学到说 做菜是这样子 用火是这样 火是每个家里面都有的 它是没什么的 跟火使用的文化 安全 所有这些东西 是从小大家就潜移默化 就知道要如何运用的东西 而且每个人都有 没有人能够限制别人怎么使用 这样子的话 不管AI技术进步得再快速 我们在社会上面都有 从有一点点懂到非常懂 就好像是说 从家里可以做个荷包蛋 到五星级的主厨 中间的这样一段曲线 而这段曲线 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容易地 慢慢多学一点 多学一点 好 但是所谓每个人都会有机器人的想法 确实是这些非常怀抱理想的这些朋友们 不断地在做的 当然也是台湾现在所谓的AI发展政策最重要的 就是on device AI 就是让每一个小学生都可以有自己的AI 而且自己可以调参数 而且我们跟大家借了一些钱用特别预算做这件事情 但是为什么我们做这个的原因就是因为 一般来讲 如果不这样子做的话 那一般别的就是所谓预言家 未来学家的预言是说 就是比较像现在大家对Facebook 或者对Google的关系 就是少数在一个很大的机房 能够运作AI的 能够决定我们怎么样认识我们自己 因为AI还是会是个人助理 但它只是不是每个人自己的机器人 所以就是说Kevin Kelly在这一章里面的做法 它不只是说目前有一条好的路 跟一条坏的路 我们应该走好的路 而是说我们要走 一定要走这条好的路 因为如果不走这条好的路的话 其他别的路都不用走了 因为接下来走就是机器人了 就不是人类了 所以这是他对认知这边的想法 那接下来呢 我会比较快速地go through 他对其他几个的想法 以及我这边的一些助角 然后线上已经有一位朋友说 他看过所有KK的书 这应该是最结构化的一本书 跟以前的著作习惯都不一样 为什么要这样编写 有没有什么想法跟目的 是不是因为他看了脑心急转 忽然间觉得说 用这样的方式做结构 我觉得这很好的问题 我们待会可以来问KK 然后接下来的其他几件事情 其实就是大家比较熟悉 而且在学界也比较没有争议的 在流动这一章里面 他的想法是说 因为任何东西都在网路上面 做一份副本的时候呢 是免费的 快速的 立即的 所以呢 任何能够被这样子做的呢 其实慢慢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对人类还有价值的东西 就是你事前没有办法预测 然后呢 你在创造出来的时候 是大家一起创造出来这些东西 它叫做generative 那它在这边列了很多 就是包含是说 创作者一创作就给你 创作者为了你而创作 这个创作者为了理解你的情况 然后诠释给你听 然后呢 创作者你知道这是真正的这个创作者 而不是什么别的冒牌的创作者 以及这个每次取用的时候相当的方便 然后以及呢 到最后全部做完之后呢 有一个纪念品 这几件事情 他觉得仍然是有价值的 那这个基本上并没有什么争论 大家大概也都是这样子觉得 那他在荧幕的这一张 就是所谓的screening的这一张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 他指出荧幕跟书跟纸本 或者说不是荧幕的任何别的东西 最大的一个差别 就是说 荧幕它是一个change agent 我们现在这一代的人 看到荧幕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可以点它 或者如果在现在 我是可以在上面划线的 也就是说 荧幕它是可以让我表达的 它不是只是把资讯给我 那或者说 以前个人电脑的时代 荧幕一定连接着一个键盘 或者连接成一个滑鼠 总之 荧幕跟你能够输入荧幕的东西 总是在附近 或者它本身就是 你可以输入的东西 是大家就是 息烟而不查的一件事情 那但是大家可能会说 可是这本书 我可以在上面写东西啊 可是这是有个相当大的不同 就是说 你在书上写的东西 好比方说提问单 你要physically拿到某个地方 那别人也不能在上面按赞等等 也就是说 荧幕上面给你的东西 它是立即的 而你对它的回馈 也是立即的 书给你的东西呢 诚然是立即的 但是你给它的回馈呢 作者其实没有什么 简单的方法知道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 它就是说 我们在使用荧幕的时候 我们脑里就是在一个 跟阅读不同的状态 我们随时都觉得说 我们可以对这个荧幕做些什么 然后在这个做些什么的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影响到其他人 而在书的情况下 或其他比较 不是荧幕的情况下 我们就是直接受它影响 我们也许因此而生失熟虑 但我们不会被激发一些行动 那当然这里面 其实反过来讲 也是说 所以荧幕上有些东西 它其实也不是让你好好看 或看完的 它是让你这个 就是觉得说 非转发不可 因为这个什么跟什么一起吃 会生什么病 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 它可以去激发人的 里面就是 我要照顾我的家人 或者是这个 我要照顾我的社群 或是说这个 要抗议啊 什么东西的这种情绪 也就是说 荧幕上面完全相同的字 它在呈现上的时候 它有一个倾向是说 它想要激发你去做一个行动 让这个字的流传 更容易更快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 现在的社交网络里面 看完一个东西 可能要一分钟 但是分享只要两秒钟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 攫取你前六秒钟的注意力 让你花接下来六秒钟 把它传播出去 然后呢 再把它看完 的这样子一种编排方式 那这个呢 是荧幕跟纸本 最大的一个差别 因为从纸本的角度 它是预设 你先花六分钟 把它看完 然后再去做什么事情 所以它使用的注意力 是长期的 而荧幕使用的注意力 是短期的 那这件事情 其实也没有什么争议 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 那在使用这一张里面 它主要的这个概念 是non-rival 就是所谓的非竞争性 这个就是直接紧接着 就是如果我现在 在这个书上面 写一些注解 那这个注解 目前只有我可以看到 那我若把这本书给了你 连着注解一起给了你 我就都看不到了 好 这个是所谓的rivalry 就是说 一个人一次只能有一个 那但是呢 这个KK的想法就是说 可是越来越多的东西 都是non-rival 因为它只要是在线上 我复制一份的时候 我就自己还有啊 而且不但我自己还有 我们两个的注解 就可以形成一个对话 等于双方都因此而更多 所以呢 他认为这是non-rival 就是当每一个人加入的时候 他并没有把别人的东西拿走 而是把其他人的东西都加上去 然后呢 因此呢 这个习惯这个线上non-rival呢 对实体的东西呢 就会开始有一些 不切实际的想象 那但是这些 不切实际的想象 随着技术的发生 比如说3D印表啊 VR啊 这些东西 慢慢慢慢也都成真了 就是说 你看到什么东西好 你就绕着它拍个照 或者现在有深度摄影机了 你就举起来拍个照 然后回来自己印一份 你就有那个东西了 之类 也就是他们会想要把实体的世界 也变成这样子non-rival的世界 那这件事情呢 就会造成所谓的去中心化 因为你不再需要一个master copy 而是每一个人的做法都不一样 那这个就是联系到 接下来的所谓的共享 那他对共享的这个想法 其实这部分算是我最认同啊 因为我工作就做这个嘛 就是说 因为我是这个所谓的anarchist 就是无政府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者的最基本的信念 就是说下命令是行不通的 因为如果下命令行得通 那也只是因为 我现在在一个可以下命令的位置上 等到我没了 这个命令的效果也没了 而且呢 可能还造成下一手更多的问题 那所谓anarchist相信的 就是说 大家彼此之间 各自做各自想做的事情 但是因为non-rival 所以所有这些东西可以叠加起来 然后就像维基百科一样 变成一个对大家都更好的这个情况 但是呢 这边KK也提醒我们说 无政府主义 并不是真正的务合之重 不是大家互相完全不认识 就能够做出维基百科来 它里面是因为大家一起做这件事情 后面有一个所谓的校友关系网 也意思就是说 是大家靠着做这些事情 这些书啊什么 完全都只是维基百科 都是借口 实际在做的事情 就是大家彼此认识 然后呢 有一个社群 然后呢 大家一开始有各自的所谓的校友关系 就大家在同一个空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是靠着这样的人际关系 做成外面看起来的这些创造 那这个是可以提醒我们的事情 那当然呢 这件事情就会碰到很多这个法律上面的问题啊 像维基百科是大家已经抛弃掉一部分的著作权 去让其他人使用 但是呢 在如果一开始做的人 并没有授权给别人使用 因为可能CC授权还没有发明 这样子的时候呢 别人在用的时候 如果他去混搭 去苦手 去怎么样 那在旧世界以纸本 做的所谓的copyright 就是所谓的著作权 就会形成一个困难 那这个困难呢 在美国 尤其是美国的法律里面呢 它有一个跟这个相抗衡的 叫做fair use 那我们这边也有 叫做合理使用 意思是说在某个情况下 就算别人有著作权 但是你还是可以拿来做 那但是什么样子叫做fair 怎么样叫做unfair呢 那KK这边提出的是 大概从90年代 著作权就是法学界 尤其在美国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叫做transformativeness 就是说 你是不是这个重新创作 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境下 以至于它让读者 或收到的人的看到的意义 跟本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你若能够达到这个transformativeness 一般来讲就叫做fair use 就叫做合理使用 那你若不达到这个 意思就是说你就是在跟它同样的市场 跟它用山寨的方式彼此竞争 那一般来讲会被叫做侵权 所以它现在就是把这个高举起来说 我们未来在判定合理使用的时候 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工作的 好 那有人举牌了 跟我说只剩一分钟 所以在大家问KK问题之前 想说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有写的一首诗 这个是入阁之前 在纽西安的时候写的 这个其实就是在提醒大家说 我们这边的这几个趋势 是最容易误用的 就是tracking interaction cognifying跟filtering 这些东西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特别挑出来说的 如果不好好用的话 那其实有很多路不是只是走错 而是说走下去之后就是断癌了 那所以我们一方面就是说 希望只有一小部分人先走走看 看会不会发生什么事 所谓沙盒的概念 但是二方面是说 我们会希望在里面 跟人性跟人际比较接近的 这些趋势作为一个counterbalance 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一方面就是去想到说 这个都是借口 技术都是借口 真正的目的是让人之间 更认识彼此 那所以这个是就是说 When we see internet of things Let's make it an internet of beings When we see virtual reality Let's make it a shared reality When we see machine learning Let's make it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nd when we see user experience Let's make it about human experience Let's make it about human experience And when we hear that the singularity is near 这个就是KK在最后一章所说的 AI会不会有一天变成自己一个种族 而且这个种族就不太需要我们了 或者需要我们的程度 就跟我们需要猫狗的程度一样呢 那他的想法就是说 Let us remember that plurality is here 那plurality是等于我创造出来 跟singularity相对的一个字 那在书里面呢 KK是把它叫做soft singularity 但是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是跟机器一起进化 然后变成一种各种 或者非常多种新的物种 那这些新的物种里面 还是保持着这个多元的 然后每个人自己的个人性 然后以及大家之间 互相摄取的这个感觉 而不是一小部分人先走 走一走就变成机器了 然后其他人就变成猫狗了 这是两个对世界完全不同的观点 那也是KK最基本的想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